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就是一种帝国民族主义的双标表现 就像当初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们是反美不反地一样的 他反对别人歧视中国人 你比如说日本人把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 还有他受不了 但是自己崛起了反而歧视其他族人 尤其是黑人 这里边反映了好几个问题 第一点很明显的 就是种族主义者一向是把妇女看成是自己的财产 你比如说有这么人 有一个别人给我转过的一个截图 他说情我故土燃我血脉 那么黑人到中国来是请我故土 那中国人到非洲去算什么呢 你说那些非洲人到中国来属于非法移民 所以他请我故土 那么中国人 华人到美国去 非法移民 那算侵犯美国的故土了 然后燃我血脉 好像那么黑人跟中国妇女在一起呢 属于燃我血脉 那在非洲有大量的中国人 男的汉人在全世界各地跟当地人同婚 那算什么呢 所以呢 他们就说今日的黑血在蔓延 神州大地被侵染 那全世界的华人 在全世界那算什么呀 欧洲人曾经就说啊 这个要防备黄祸 你懂得什么叫黄祸呀 他们就说华人的繁殖能力特别强 这是他们说的呀 然后呢就是全世界最后都被华人给占了 这就是百多年前欧洲列强对中国人说的东西 今天的中国人开始谈论非洲人 历史真实啊 所以你看好多人呢 害怕这个中国妇女与黑人通婚 但是全世界到处都是华人啊 就是说黑人男的到中国来 是污染了这个汉族的血液 但是汉人啊 白那个这个男人到世界各地 他属于撒种子 这种双标多么可耻啊 你看人们普遍的认为外族占领华夏后 先后被汉文化给同化了 这是人们感到自豪的一点 但是你想没想 这个同化的同时也包括了混血啊 你比如说北方的中国北方的人 他和你真的能分清北方人和蒙古族的 和朝鲜族的和日本人 你能分清楚吗 那么你南方的中国中国南方人 他和越南人你能分清楚吗 就是说中国本身南北 他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各民族的长期的浑血的过程 所以你说什么纯种 什么叫纯种啊 实际上没有的 然后你看国内有这么一个舆论 他说同志们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好吧 下一句呢 革命先烈 用血肉住起来的国家 绝不能受到黑色的玷污 哦 那么中国人和黑人在一起属于玷污 那么世界各地的华人 那算什么呀 混血是普遍的 然后他说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军人去捍卫 保护黑色黑皮肤的中国人 哦 起码他还承认这些人是中国人呢 但是他说军人不能去保护这种啊 不是纯种汉人的中国人 想一想 美国的红脖子 所谓的红脖子 他们是也是要捍卫白种人的纯洁性啊 但是美国南方白人奴隶族 大量的强奸黑奴 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谴责呀 当然黑人谴责 被天赋的要谴责 但是你说整个白人社会里有谁谴责过 奴隶族强奸奴隶族的 美国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奴隶族 他就强奸过他自己的奴隶 有很多这些美国这些建国的这些有名人士 都是奴隶族 他们就强奸过自己的奴隶呀 有谁指责过他们 但是一个白人妇女 要看上了任何黑奴 那都是绝不允许的 被看上的一定是死路一条 非常危险的 历史上对黑人的屠杀 往往就是由这种事件引起的呀 美国三K党懂得吧 这方面特别猖獗 所以他们要捍卫的是男性 霸占妇女的权利 而不是捍卫所谓种族的纯洁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限制过自己 跟外族人强奸外族妇女的权利 他们只是限制本族妇女 不管是白人也好 华人也好 汉人也好 本族妇女不能跟外族同行 这是他们捍卫的 而不是什么纯粹的血液 纯种 不存在的 美国的华人 这是当时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如果一个白人妇女看上了一个中国人 一帮暴徒一定要把这个中国人嚼死不可 美国当时就这张图片 上次讲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放到里边 她就是一个漂亮的美国白人女性 安慰一个蹲到地上的一个华人 就当时那么大批的中国的苦力到美国去修铁路 然后在墙上到处讲是怎么防止黄祸 哎呀这个图片你看看 你再看看这些人对黑人的 不同一者完全是历史的重复 那么历史上浑血是怎么产生的呢 都是帝国主义的后果 绝大多数的都是占优势的民族 霸占相对落后民族妇女的结果 从成吉思汉挥边占领整个欧洲 流下了浑血 到今天都有啊 就是说东欧中欧都有大批 这个蒙族人的后代 美国南方的奴隶主 大战女奴隶 导致了美国的大量的浑血 但是呢在种族主义这个视角下 你有一点黑色 你就是黑人 他不管他这些奴隶主 不在乎你是我的儿女 你只要是黑人的后代 你就是黑人 严重到什么 你只要有16分之一的黑人血液 你也算黑人 所以美国好多好多黑人 他分好多层次的 有人特别黑 有人不太黑 有人呢比较白 所以这是一个 他整个一个光谱 但是种族主义者不在乎 你只要有黑人的血液 有黑人的基因 你就是黑人 所以这是一种 种族主义 他是从男性主权的 男权思想出发 看问题的 然后呢 美国秦越战争 朝鲜战争 都在朝鲜 在越南 尤其是越南 打着线长 留下了大批的 混血儿 那么中国历史上 鲜片战争以前 大量的华人 下南洋 干什么呢 导致东南亚 有大量的 混血儿 菲律宾 你看菲律宾的 华人 特别多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有大量的华人 但是那些的华人 你说有几个是 纯 所以纯种的华人 都是混血 所以 亚贝尔战争以后呢 又有大量的华人 到美国当苦力 刚才说那些 当苦力 对吧 那又必然导致 一大批 混血儿 虽然 即便是 有特别严厉的 种族歧视 一般人呢 都是同族人 找同族人 很少有这个 混血 但是你逼不了啊 你避免不了 你哪怕 一百个人 有一个 那么千万人 就是数据可观了 而且是越来越难 把这个 人们按种族来划分 所以你看 今天的世界 很多人不想这个问题 现在世界各国 真的 你想想 哪个国家的 那里的 华人 不如他 在华的人呢 所有的国家 那里的华人 要远远 大于 内国人 在中国 的人数 不管是非洲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东南亚也好 全世界 我看不到 任何国家 他们 在华的人 比华人在他们 更多 几乎 我想不出任何国家 所以 这就是一种双标啊 所以 你是不允许 外国人到中国来 但是中国人到 世界各地 是最大的一个 移民国家 就是移民 出去的国家 大量的移民 出去啊 那么过去 在亚非兰战争以后 很多人出去 就像到美国 搞修铁路 他是生活所迫 但是呢 在这以前 也有大量的华人呢 下南洋 所以 这种 全世界的这种 交流 这是 现代化 必然产生的 所以 那种 对 排外心理啊 他从哪来的呢 这里边 他有历史的 物质基础 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 那个部落之间 争夺 生存空间的战争 地域之间的争夺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特别多呀 南方的 客家人 是什么呀 不就是战争 留下来的吗 那么 过去呢 亡国之间争夺 民族之间 为生存争夺的战争 遍布整个人的历史 就什么个历史啊 所以这些人呢 这些战争 这些为生存争夺的 部落之间 种族之间 民族之间的争夺 是导致人们对外姓 你姓都不一样 你是外地人 你是外族人 你是外国人 他就是排斥和恐惧 这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东西啊 不是天生的 这是遗留下来的 从小长大 人们灌输的这种思想 要警惕 要不能轻信 生人 不能相信外族人 外国人 长相不一样的人 但是现代的工业呢 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又把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大的地域 越来越广泛的民族 通过商业 商品交换 又联系起来 就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 所描述那样 所以呢 历史遗留下来 这种排外心理 被资本主义的 这个发展 一步步的摧毁啊 而且我记得 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重阳没外 是中国一代人的时髦啊 那时候 可是啊 能跟西方人通婚 那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但是呢 这种排外心理 这种种族主义 这种 民族主义呢 它又是资产阶级 内部不同集团之间 可以利用的 就是说 我记得在美国 有一个 我们的邻居 是 葡萄牙人 那么他呢 就 不到 美国人开的这个商场 去买东西 他到葡萄牙人 开的商场 去买东西 因为他觉得语言上 能通 他能更相信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每一个 民族的 种族的 地域的资本集团 他为了自己 势力范围 他会利用 民族主义 所以 这个资本集团 争权 争权独立 争夺 势力范围 他就 很自然的 利用 民族 种族 这个 太 太普遍了 太常见了 那么 同样的原因呢 你看 中国人呢 原来对黑人 不了解 他有恐惧 排斥 这种属于那种 无知 因为你没见过 因为你 你没见过 就坐井 观天 你不知道 外边大世界是什么 你没接触过 所以 就像当初 这个 你像 农民工 刚来大城市 那么城市人呢 就排斥 排斥这种 乡下来的人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有一段时间 人们说 河南人 是二等公民 人们排斥 往往他是拿 自己的 一个 一个事件 就一点 盖面 然后 被一个所谓 河南人给骗了 他说 哎呦 河南人就是骗子 然后他 看到一个 河南人做了什么东西 他 好事他记不住 但是 人家有一个坏人 他就记住一辈子 哎呀 这河南 不能 不能相信 哎呀 还有东北人呢 什么 四川人呢 所以 好多这种地域的偏见 现在呢 就表现为 对外国 对黑人的偏见 同样的道理 那么 现在的情况 不一样什么呢 因为 现在的 中国对外投资 越来越多 所以呢 很多到非洲去的 中国人 他是以 雇主的身份 去看待 非洲的黑人 那么 这种地位的不平等 导致这个歧视啊 对当地 黑人的歧视 就跟 列强 对黑人的歧视 对非洲人的歧视 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 帝国 他要 侵略扩张 要压榨 第三世界人民 要压榨 殖民地人民 他必须把 这个 被压迫的民族 被压迫的 种族 被他 资本势力 控制地区的人们 把他妖魔化 然后呢 就像当初 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就这样干的 他在 向日本人民宣传 中国是东亚病夫 是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他必须宣传一种 民族优越感 他才能把 让日本人民 作为他帝国主义的炮灰啊 所以 这种 种族主义的这种 优越感 对略等民族的 这种歧视啊 他是为资本 服务的 你看 在美国 种族主义 以前认为啊 黑人 什么都不行 只能干活 然后呢 奴隶主呢 痛斥奴隶 是懒惰 哎呦 这种太多了 我们也看到 很多这些企业家呢 指责 毛泽时代是 大锅饭 养懒汉 又还听到 美国的老板 抱怨 Can't get any good help anymore 就是现在的工人呢 找不到个 勤勤恳恳的 这个 努力干活的 帮工找不着了 所以呢 资本 作为一个雇主 他对 这个 劳动人民的 看法 对被他 雇佣的 工人 打工人的看法 就是认为 人家是懒惰 人家是这个 没文化 是愚昧 所以呢 他就 对当地的人民 抱有一种 敌视态度 但是呢 美国的黑人 后来人家在体育上 打破了越来越多的记录 在那个 我看 第三 三六年的奥运会 那个美国黑人 得冠军 希特勒就 根本看不下去 好像把那个 广播都 卡断了 怎么忘了 具体怎么着 在美国国土本身 也是 那个白人 种族主义 特别矛盾 他们原来认为 自己在各方面 都是优越 结果越来越多的 体育项目 被黑人 当冠军了 所以呢 就是改变 他的说法了 说黑人 就像 黑猩猩似的 然后呢 有体力 没头脑 但是呢 随着 这半个多世纪 一个世纪的 人权运动 黑人运动 那么越来越多的 黑人 成为科学家 企业老板 和政客 你比如说 奥巴马 那么这种论调 好像黑人是 略等民族 的市场 就越来越少了 当然 至今 你像 川普这类 白人至上的 仍然坚持这种 但是呢 他在 社会上的 影响力 远远 不如以前了 所以呢 想想 就是说 今天 中国的资本 要走出去 你要到 东南亚去 要到 拉丁美洲去 要到 非洲去 那么 你能不和 当地的 混血 不可能的 你不能又想 资本走出去 又不想 混血 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些 种族主义者呢 他是 男人 种族主义者 他们认为 自己走出去 到了 去跟当地 妇女通婚 那属于 撒种子 那个不是 这个西式 华夏的 血统 只不过是 他们走出去的 当地人 要来到 中国 跟中国 妇女通婚 那他受不了 所以他完全是 从 男权 不能说完全 一方面 从男权 视角看 一方面是 帝国 民族主义的 视角 所以呢 现在这种 歧视 黑人 他是符合 崛起国 走出去的 需要的 媳妇 凹成婆嘛 你需要 敌视 和妖魔化 非洲人民 对任何资本 势力的压迫 你到非洲去 你对待 当地的工人 你想 磕合工资 你想 让人家搞 996 你想 拖欠工资 像好多 他在国内 做那样子 人家不干啊 人家反抗啊 那么就 又妖魔化 人家 所以就像当年 这个城里人 对付农民工一样 优越感 有助于 对吧 资本 培养一大批 炮灰 去压榨 去镇压 当地人民的反抗 所以 统治阶级啊 对社会底层 老百姓的这种 歧视 是普遍性的 是制度性的 但是呢 现在 很多人们 就抱怨这种 所谓 超国民待遇 什么这个 不平等待遇 但是 你国内 大量的不平等 存在着呀 你比如说 户籍政策 什么人能在北京 买房子 什么人能在北京 买车 这都是 这都是 歧视 这个 农村的 二三线城市的 所以这种统治阶级 对社会底层 老百姓的这种歧视 排斥 是制度性的 是全面的 但是呢 现在好多国内人呢 对 来自 来自 亚非拉的留学生 他们所谓的 优惠待遇 他不理解 他特别反感 这个跟 美国的 种族主义者 完全一样的 你看 美国南方 比如说 Arizona 有大量这种 农场主 他种好多蔬菜 所以他需要 这个 来自墨西哥的 和拉丁美洲的 大量的这种 廉价劳动力 给他去摘蔬菜 所以呢 他需要这些人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所以你来干活可以 你别把你家大小带来 所以呢 他要这些 强壮劳动力 但是呢 他不要 这些劳动力的 生活 繁衍 他不要他们的 后代 他不要他们的 老人 他只要他们这些 干活的 你干完就走 所以呢 他们有 非常严格的 限制 拉丁美洲 这些 相对穷的国家 到美国移民 他向 川普要建墙 各种措施 非常 惨无人道的 所以 你想 这种大量移民 拥到美国去 这根本原因 就是帝国主义啊 你要想 防备 这些 其他人 拥到美国去 那你必须把 其他国家的经济 发展起来了 你发展起来 人家就不会 跑你这来啊 但是他不 他要一方面压榨 第三世界 用第三世界的 廉价劳动力 在美国去打工 但是呢 又不愿意承担 这些人的 劳动力 再生产的成本 所以呢 那么今天 这个中国 政府呢 国家发 花费大量的金钱 去培养 这些拉丁美洲的 留学生 这些呢 是为另外一个 任务服务的 因为 就像 我们现在 要资本要走出去 所以 他需要培养 一大批 在 东南亚 在拉丁美洲 在非洲的一部分 侵华 侵华人员 要培养一批 当地的代理人呢 所以这属于 软实力的 输出啊 但是呢 这遭到了一片 这些目光短浅的 帝国民族主义者的 痛斥 其实同样的 当年 美国 也招收了一大批 华人 到美国去留学 那么 美国的这些 狭隘的 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者 他们对美国的政客 也是非常 愤愤不平 他们说 我们自己的孩子 都上不起这些高等学府 你们为什么 给这些华人提供奖学金 岂有此理啊 这是他们的逻辑啊 所以 今天中国在世界各地 一带一路啊 搞矿山啊 搞铁路啊 搞港口啊 然后呢 这种 去挖掘当地的 你希望 非洲的矿产 拉丁美洲的矿产 和欧洲的这个市场 所以呢 你必须有一批 了解当地情况的 当地人 所以 你必须培养一批 代理人 所以 这些留学生 是为这个服务的 但是 很多 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 我叫他 帝国民族主义者 他们就 根本就不懂 所以他们 其实是 为这个中国资本 走出去啊 帮倒忙的 帮倒忙 哎呀 以前我说 那个 上次讲 就是这个 亚洲那个 货币 互换等等 被这个 小粉红给破坏了 所以 美元霸权 让小粉红 续了命 一大批人 听不进去 反驳 但是 今天是同样的 你要是 反对 现在 对 留学生的 优惠的待遇 你就妨碍了 中国资本的 走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现实 随着中国的崛起 他需要 到 世界各地 寻找资源 寻找市场 所以他需要 培养 一大批 能为 中国资本 服务的 当地的人员 就跟当年 美国 培养大批的 华人 留学生 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哎呀 所以 这些人呢 目光短浅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就是美国的政客呢 他也是 他也是 一方面 给这个 大量的 华人 这个 奖学金 让他们 在美国 去学习 然后呢 一方面 又搞很多 排华的法案 好像美国 内战以后 一直到 这个 二战的时候 美国有将 百年的历史 排华法案 就是说 华人 不能 随便 到美国去 所以呢 他 不允许 中国 穷人 到美国去 但是呢 他会 扶持 一部分 给他们 奖学金 让到美国 去留学 他扶持 一部分 上层人 这样子 他会 扶持 一大堆 这种 代理人呢 就这些 中国那么多 从阳 没外的 这个 亲美的势力 就这么来的呀 所以 现在呢 也是反过来了 中国资本 走出去 他也需要 同样的 一方面呢 不允许 拉丁美洲 东南亚的 或者是 非洲的 穷人 到中国来 但是呢 他需要 培养 一大批 当地的 有钱人 不管是 官员的 后代呀 外交家的 后代呀 企业家的 后代呀 让他们 到中国来 留学 这样的话 他能培养 一大批 中国资本 的 代理人 这才是 他的基本 逻辑 看不懂 这个 都是稀里糊涂的 好吧 那么 最后 我想 讲一讲 就是说 很多人呢 反对 浑血 他不懂 浑血 其实呢 他们这个 是非常优秀的 浑血儿 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呢 我有 个人的 亲身的 这个感触啊 你像 我姥姥的 后代 你看 我姨 有四个孩子 两个孩子 都是和 越南人 结婚的 他们的 后代 迷人的 优秀 哎呀 那真是 漂亮极了 韩丁回到 美国去以后呢 是跟一个 黑人 结的婚 这个黑人呢 还是一个 跟土著人的 浑血儿 哎呦 那是漂亮的 然后他的三个孩子 哎呀 那真是 英俊 那男孩 特别英俊 然后呢 女儿们 哎呦 那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然后呢 他这个儿子呢 还跟中国人结婚 那他们的孩子 迷人的优秀 真是 我还见过在美国 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中国人 他呢 跟一个黑人 结婚 他们的后代 哎呦 那这 让你看了 就 舍不得离开 回头啊 那老得看 因为那孩子 就是不一般啊 就是迷人啊 浑血儿 呃 他是非常优秀的 啊 然后呢 这个呃 我还认识 呃 一对儿 那个夫妇啊 男的跟我一样 这个女的呢 呃 是上海长大的 山东人 他的老家是山东人 呃 按说来讲啊 汉人属于 那个显性基因 啊 西方人呢 属于那个 呃 隐性基因 啊 一般来讲的话 一个显性基因 和一个呃 隐性基因 在一起 那他的后代呢 一定是黑头发 黑眼睛 但是我认识这个 这对夫妇呢 他们的孩子呢 是黄头发 啊 呃 蓝眼睛 一个中国妇女 生下来一个呃 黄头发蓝眼睛 说明什么呢 说明 山东 人里边 有犹太人的 呃 基因 因为 大家听说过 山东大汉 对吧 其实呃 几百年前 好像就有一批 这个呃 犹太人 来到 呃 中国 然后呢 跟当地 同化了 所以 汉族本身 就是一个多民族 同化的结果 呃 呃 你看看 呃 拉丁美洲的人 拉丁美洲人呢 他就是当地的土著人和西方人的混血 哎呦 拉丁美洲人的特别漂亮 男的非常英俊 啊 女的特别漂亮 这就是一个混血啊 他 拉丁美洲混血最普遍 所以呢 我 最后 这句话 当然很多人恐怕听不进去 我说混血 是人类的前途 而且 是全球化 现代化的 必然结果 因为 你想想 咱们 已经是一个 呃 全球互相的 交通 啊 通讯 文化 各种来往 越来越多 那么你怎么可能 保留一个 所谓的 纯种 这种 呃 我见过 所谓的纯种啊 在我舅舅家的农场 旁边 有一个 呃 有一批人 他们是 呃 二百多年 从德国 移民到美国的 他们的宗教 啊 就是反对 反对现代化的 他们反对 小汽车 反对 呃 呃 这个 呃 带 橡胶 轮子的 汽车 就是任何 使得人们 可以跑到外边去的 他都反对 他坚持人们用 马拉的 那个 那个车啊 啊 就是 armishman 然后呢 这个 呃 在在飞城的西边 叫lancaster 有一大批这种人 他反对和外边 做这个 呃 交往 所以他呃 近亲 呃 这个结婚 后代 一大堆病 特别难 特别凄惨 呃 是男权啊 逆者 没办法 好吧 就这个 今天先讲这一点 我会不会把这种人来说 那是男权的 他可能会不会有 那是男权的 那个人来说 我会不会有